一次意外的刷卡消费 牵扯出银行卡盗刷档案 特别是15万多 特别是4万多 案件尚未侦破 新的受害人却不断出现 陆陆续续的接到了 用三次车位成功的报警 银行卡密码无端泄露 面对高科技犯罪 我们如何防范 今天收看本期平安365 促销背后的猫腻 2017年2月5日 正月初九 春节的节日气氛 还没有完全消退 家住河南省新密室的老李 像往常一样 忙活完一天的工作 回到家中 晚上9点左右 就在老李准备休息的时候 手机却响了起来 当时我在里面 里面躺着看电视 想一想 听一会儿又想 老李听到的声音 是手机短信的提示音 起初老李并没有在意 因为老李平时 很少与人用短信联系 在他的印象中 收到的短信 大多都是广告 但是连续收到了四条短信 老李还是决定 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这一看 老李傻了眼 原来这几条短信 都是从银行发来的 余额变动提醒 刷一笔一条短信 刷一笔一条短信 特别大概是十万多 第二笔是三万多 第三第四这都 刷销 几千块钱 仅仅四条短信 老李银行卡中的 近二十万元 就被转走了 可这银行卡 明明就在身边 自己和家人 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操作 里面的钱 怎么就会 莫名其妙的 被转走了呢 他意识到 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 老李立刻报警求助 新密室公安局 刑侦大队 接到报警后 立刻展开调查 调查过程中 老李回忆起 自己最近的一次 刷卡消费 原来在案发前的二十多天 老李刚好路过 新密室五四广场 看到广场边有个摊位 打着某知名连锁超市的 旗号在搞促销 老李便凑了上去 从围观群众的考读得知 该超市为了以后 在新密开店做准备 提升在当地的知名度 所有的大米和食用油 都以十一块鸡毛钱的 优惠价格出售 比市场价几乎便宜了一半 老李便心动了 以POSE机刷卡的方式 购买了一袋大米 在询问的过程中 民警了解到 老李平时并不使用这张银行卡 就是在这整个一年中 他的银行卡只是在 17年1月这一天 在东大街的 然后地摊上 然后购买过一袋大米 老李的银行卡被盗刷 会不会跟这次刷卡消费有关呢 还是说他在其他情况下 将自己的银行卡信息泄露了呢 老李是新密室本地人 在废品回收站上班 即使起早贪黑的工作 收入也并不多 在一个月 姓氏好了 会涨到三千多块钱 姓氏不好 就两三千块钱 两千多块钱 老李的妻子多年待业在家 虽然家庭收入不多 但老两口也省吃俭用二十多年 和儿子一起攒下了 这二十余万元 原本这钱是老两口 用来给二十九岁的儿子 张罗婚事用的 可伴随着这四条短信的出现 儿子的结婚前就凭空消失了 那当时 有没有是无缘无故的 钱卡上钱 咱们被打刷 那也当时 老子也当时 老子也当时一片混乱 气力都不能行 做的都不行 虽然自己也很生气 但是见到老李这副样子 妻子只能上前安慰 我安慰他 我说你不要生气 只要人身体好就脱了 钱也不算了 我当时也是学 虽然这样说 心也是可生气 两天后 老李的案件还没有任何进展 可又有群众敢来报警 而且也是银行卡被盗刷 经过询问 办案民警发现 这两起银行卡盗刷案件 有一个共同点 郑女士也是在2017年1月份 购买过街头促销的大米 跟老李的情况一模一样 这究竟是一个偶然 还是这两起银行卡盗刷案件 跟这次促销活动有关呢 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因为银行卡被盗刷而报案的群众 越来越多 我们终对陆陆续续地接到了 有三四十位群众的报警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在春节前夕 通过刷卡消费 购买过这个东北的大米和食用油 在同一段时间 竟有如此多的同类型案件出现 而且他们都购买过 街头促销的大米和食用油 这显然不是个巧合 新密室警方立即成立装案组 对这次促销活动展开调查 可是令民警不显的是 为什么仅仅11块7毛钱的消费 群众却要使用刷卡的方式进行支付呢 一场看似惠民的街头促销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个商家应该就是 在套取受害人的银行卡信息 售货人员落网 幕后黑手惊谢 他一说他姓杨叫他姚女 话是追捕 嫌疑人住处 发现多台POSE机 平安365 促销背后的猫腻正在播出 这些银行卡被盗刷的群众都是在春节前 以POSE机刷卡的方式购买过售价11块7毛钱的大米和食用油 但是消费额度明明这么小 大家为什么却要使用刷卡的方式进行支付呢 老李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很多人问 就说要教下您 下您不买 直接可以直接刷卡消息 比市场价格便宜一半的大米和食用油 只能使用POSE机刷卡的支付方式 商家的种种行为十分异常 民警随即来到该知名超市了解情况 而超市工作人员告诉民警 春节前期 他们并没有在新密室做过促销 也就是说 这伙人是打着该超市的旗号 在新密做所谓的促销活动 目的就是让群众相信他们 并使用POSE机进行刷卡消费 我们认为这个商家应该就是 在套取这个受害人的这种银行卡信息 很有密码 难道使用POSE机刷一次卡 就能够盗取银行卡号和密码吗 这伙人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呢 警方决定找到促销人员 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通过调取促销现场附近的监控视频 警方发现 2017年1月10日 一辆白色小货车停靠在促销现场附近 随后 这位身穿绿色羽绒服的女性 从车上取下来一袋货物 第二天 这位身穿绿色羽绒服的女性 又在监控视频中出现了 附近依然停靠着这辆小货车 随后民警在多个卡口 发现了这辆车的踪迹 通过数据比对 民警发现 该车在2017年1月6日至1月14日之间 每天往返于河南省郑州市与新密市之间 而这段时间 恰恰与受害群众反映的街头促销的时间是一致的 经过受害人辨认 促销人员的体貌特征 与这两位女性十分相似 警方随即对这辆车展开了深入调查 调查发现 该车车主是一名男性 在对该男性的户口信息 进行调查后警方确诊 驾驶位上的这位女性 正是该车车主的妻子小雨 另一位女子则是小雨的二姐 然后专案组就当时就决定 赶到他们的老家河南省淮阳县 2017年2月9日 新密市警方在淮阳县 找到了小雨和他的二姐 询问得知 小雨夫妇常年在郑州打工 平时会将自己货车出租的信息 公布到网上 2017年1月6日 有人以某知名超市的名义 打来了电话 他就说他信仰 叫他洋经理 然后说他就是跑跑长途 我们说去哪里 他说到新密 我们说可以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小雨开车把米和油 运到新密后 这位洋经理又提出了 其他的要求 他说你就帮忙卖一下米 一天给你就是100块钱工资 然后卖了就给你提成 开到那边 也是闲的没事 我就干了 杨经理将刷卡用的pose机 宣传海报等工作物品 交给了小雨 于是小雨就叫上了 自己的二姐帮忙 从2017年1月6日起 至1月14日之间 每天从郑州拉上米和油 再赶到新密进行贩卖 根据小雨提供的线索 新密市警方 确定了小雨口中的 杨经理的真实身份 所谓的杨经理 其实姓马 马某 河南人 之前一直是在酒吧 夜店这种地方工作 2017年2月23日 报案民情确定了 马洪修在郑州某宾馆后 火速从新密出发 驱车50余公里 赶到该宾馆 这个床是个人出来 这个床是个人出来 谁啊 我实话 他咧 他出现 给你打上去 我不知道 画面中的男子名叫廖海 男33岁 曾因盗窃罪被判入狱 是马洪修的同伙 经过讯问 警方得知 廖海口中所说的马涛 正是马洪修 现在正在郑州市的 另一个宾馆 和女网友见面 民警随即分为两个小队 一小队留在宾馆 搜查物证 二小队赶赴 马洪修所在宾馆 一个小时之后 报案民情将马洪修抓获 马洪修 男37岁 河南人 曾因抢劫罪被判入狱 与此同时 一小队也在马洪修和廖海的住处 搜出了手机三部 电脑一台 POSE机三台 这些POSE机 会是用来盗取银行卡卡号 和密码的工具吗 这些看似正常的POSE机背后 又隐藏着哪些秘密呢 一台看似正常的POSE机 却隐藏着惊天秘密 这是一台 经过嫌疑人改装够了POSE机 改装够的POSE机 会多三个芯片 原设备中不存在的三个芯片 暗藏了多少玄机 以此看似普通的刷卡消费 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 盗走银行卡密码 面对类似案件 我们怎样防止银行卡信息泄露 平安365 促销背后的猫腻正在播出 办案民警从马洪修和廖海的住处 搜出三台POSE机 民警随即赶回新密 将POSE机带到技术科进行拆机分析 这是一台经过嫌疑人改装够了POSE机 改装够的POSE机会多三个芯片 从外观上看 这台被改装过的POSE机和正常的POSE机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它的内部却很不一样 里面加装了三个芯片 嫌疑人之所以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 窃取消费者的银行卡卡号和密码 也都是因为这三个芯片在作怪 得到银行卡卡号和密码之后 不法分子便会利用这些信息 克隆一张卡号密码完全一致的银行卡 再利用这张克隆的银行卡 就能够倒走卡内磁金 经过审讯 廖海道出了这些POSE机的来源 目前已经查明的涉案金额将近88万元 三款还在追回当中 犯罪嫌疑人马洪秀廖海 被移送检查机关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 在本起案件中 民警发现 被盗刷的银行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都是带有磁条的银行卡 现阶段 人们常用的银行卡有三种 其中两种带有磁条 最早的一种是卡片正面没有芯片 仅在卡片背面带有磁条的纯磁条卡 后来银行推出了卡片正面带有芯片 同时背面带有磁条的芯片磁条复合卡 近几年又推出了 仅在卡片正面带有芯片 背面没有磁条的纯芯片卡 相对于带有磁条的银行卡 不带磁条的纯芯片卡 拥有更高的安全保密等级 在本起诈骗案件中 被改装过的POSE机 只能通过磁条盗取银行卡的卡号 如果我们使用纯芯片卡进行刷卡消费 犯罪分子便无法使用这种方式 来读取磁条中记录的银行卡卡号 当前我国正处于三种卡片 混合使用的阶段 我们建议广大群众 尽快将带有磁条的银行卡 更换为不但磁条的纯芯片卡 在这次诈骗行为当中 诱导消费者上当的手段时 第一 嫌疑人打着知名超市的名义贩卖商品 容易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第二 使用远低于市场价的商品 来诱导消费者使用刷卡的方式进行支付 第三 嫌疑人正大光明地在街边进行所谓的促销活动 群众对此习以为常 缺少防备 大多数诈骗案件都利用了人们爱占小便宜的心理 低于市场价过多的商品 其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购买先一定要多加注意 三思而后行 且不可一时贪图便宜 而让自己吃到大亏 平安365正中提示 一 尽快将手中的磁条卡 芯片磁条复合卡 更换为安全系数最高的纯芯片卡 二 面对低于市场价过多的商品 一定要提高警惕 谨慎消费 2017年3月16日 吉林省辽元市公安局东极分局根据群众举报 抓获了两名冒充消防检查人员实施诈骗的嫌疑人 十字节贴成一个合格标志 完了 对老百姓所说 这个已经检测合格了 你们都拿钱 据两名嫌疑人交代 自2016年起 他们冒充消防人员 以干粉灭火器不合格 需交200元维修费为名 对长春 辽园 松原等地多家商户进行诈骗 所得6万余元 商家应该注意了 我们消防人员从来不维修和销售没有起 这个是有地方的正规的厂家去进行销售和维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